男人只是用手机给女人拍了一张照片 可一到强光过后 女人竟然消失了 因为这是一部拍一张照片 就能将人删除的手机 女孩第一次见到删除手机 她以为这就是一部普通的手机 于是她打算用这部手机来自拍 只见她举起手机调整好表情后 奇怪的是 强光既然没有出现 她也没有消失 难道是删除手机坏了吗 她翻转手机看了一眼 又举起手机拍了一张 她本想看看刚刚拍的照片 可退出拍照界面后 出现了两个奇怪的图标 她点了一下第二个图标 然后弹出了一个诡异的相册 照片中的人在强光照射下 基本看不清脸 她出于好奇 随便点击了一张照片放大 她心想 这些照片到底是干什么的 正想得入神 突然 女孩被吓了一大跳 一只小猫从窗户跳了进来 蹲在了桌子上 她站起身 举起手机 打算给小猫拍一张照片 只见她按下按键 一道强光过后 小猫竟然消失了 女孩被眼前的荧幕惊呆了 她想到自己刚才还用着手机自拍 后背就发凉 原来 她在自拍前 给的是第一个图标 所以 她才没有被删除 当女孩正惶恐不安时 她不知道的是 另一个麻烦正在向她靠近 小帅在寻找关于小美失踪的线索时 她仔细研究网络上发布的 她和小美偷情的照片 突然在车窗的玻璃上 看到了拍摄者的镜像 她发现正是那个女孩 第二天 小帅开车来到女孩的学校 她找学校老师沟通后 老师安排了女孩和她见面 小帅一回头 女孩就认出了她 她想要走 被小帅叫住了 小帅知道 她是小美老公的妹妹 她质问女孩 那张照片是她发到网上的吧 她也明白她和小美的事 是女孩告诉小美老公的 女孩没有说话 然后 她追问女孩 小美到底在哪里 女孩表示 她也不知道 小帅拿出一张画 留那部删除手机的纸 她见女孩眼神不对劲 还一删除手机在看那 于是 她伸手就要缩女孩的口袋 女孩用手挡住了她 正当他们起争执时 旁边突然传来了 一个男孩的声音 小帅回头发现 男孩正在朝这边走来 小帅担心把事情弄大 影响不好 于是就离开了 女孩感谢完男孩的帮助后 回到宿舍 可当她看到自己的床时 竟然一脸茫然 她发现自己的床 被人翻得乱七八糟的 她仔细一想 赶紧跑去看自己的柜子 来到柜子边 几个同学正在翻找她的柜子 她本想上前阻止 可被两个同学给拦住了 带头翻柜子的同学 在她柜子里 找到了自己的香水 其他同学也找到了 他们丢的东西 他们质问女孩 为什么她家里这么有钱 还都得偷东西 女孩秀于自己的秘密被发现 挣脱束缚 转身就跑到洗手间躲了起来 可同学们不肯就此放过她 他们追到了洗手间 带头的同学 在一个隔间里发现她 女孩被迫无奈 只能正面面对 可她一个人 怎么可能应对一群人 很快 她就被同学们牵制住 她本想用力正慌 忽然 带头的同学想要看看 她身上到底还藏着什么东西 伸手就要搜她的衣服 尽管她不停挣扎 但还是无济于事 同学从她口袋里 找到了那部删除手机 看到这一遍 她害怕极了 因为她知道 这部手机的可怕之处 可同学不知道 关于这部手机的秘密 她以为就是女孩 拖的一部普通手机 接着 她提议 要将女孩 这副可悲的模样拍下来 然后发到宿舍群里 只见她举起手机 就要给女孩拍照 女孩满脸惊慌 吓得后退到了墙上 女孩不想消失 她请求同学 不要用这部手机拍她 可同学不听她的 手指缓缓向拍照按键靠近